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迈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天尾魔花》 米尔斯被当作精神病被抓起来 他和医生们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在上个星期四,他在护士的催促下赶回诊所 护士说有很多病人来找他,但都不愿意说自己的症状 他在路上遇到了很多护士口中说的急切的病人 但他们都会没事儿一样,说自己很好 贝吉说,自己的表妹坚称自己的叔叔不是自己的叔叔 而是某个像叔叔的傀儡,谁劝都没有用 米尔斯这样下班,一个老妇人带着孙子来看病 孙子说自己的妈妈不是自己的妈妈 不能让他抓住自己,自己绝对不要回家 米尔斯来找朋友的表妹 表妹告诉他自己的叔叔是个没有感情的傀儡 他经过很多尝试,无论在记忆还是任何方面 都和叔叔一模一样 但和他聊天的时候,感觉到他没有感情 在和贝吉去吃饭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心理医生 医生说自己接了非常多这样的病人 两周时间整个小镇都变成了这样 原本火爆的餐厅,现在也没什么人 突然一个急诊电话打来了餐厅 他来到一对夫妻家,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一个非人类的尸体躺在台球桌上 没有脸庞,没有指纹 像是一个作品还没有完成 米尔斯吩咐他们等到天亮如果没有什么动静 他们就报警 两夫妻就这样守着这具躯体 天亮了,妻子发现了躯体的异样 走近一看,他竟然变成了丈夫的模样 连手上的伤口都一模一样 他瞎坏了,赶紧叫醒丈夫逃离了房子 找到米尔斯说明情况 米尔斯打电话给了西里医生 让他来自己家里 并且他突然想起了昨晚送贝极回家时 他父亲的异样,他赶紧潜入贝极家里 在地下室发现了一个形似贝极的躯体正在成形 但西里医生并不相信他们的说辞 执意认为这是幻觉 他们来到贝极家里 原本在地下室的那具躯体不见了 警察也出来证明是他们的幻觉 他们相信了,遇到家里准备做饭 却在蔡蓬莉再次看到了四个正在成形的躯体 米尔斯想打电话求助政府 却根本打不出去 他只能毁掉傀儡后 带着贝极去找自己新人的护士 但却在护士家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所有人都变成了傀儡 傀儡们知道了米尔斯发现了这个秘密 小镇里所有的傀儡都开始围堵他们 不让他们离开小镇 他们躲到诊所里逃过一劫 第二天他们发现 小镇上的傀儡想要蔓延出去 逐渐到全国范围 没想到傀儡还是发现了他们 他们告诉米尔斯 是在太空飘荡的种子 在小镇里自我繁衍形成痘夹 成形后的痘夹会逐渐成形 统一人类的器官 一夜之间就可以吸收人类的意识心智和记忆 但是没有感情 米尔斯不愿意就这样屈服 他成功地用药物放倒了三个傀儡 带着贝极逃了出来 但警察很快就发现了异样 全镇的傀儡都来追捕他们 贝极跑不动了 他们躲进了隧道里 米尔斯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音乐 留下虚弱的贝极在隧道 自己去一探究竟 然而传来音乐的地方也是傀儡镇 他们正在将痘夹装车 准备运到别的地方去 米尔斯赶紧跑回隧道 却发现贝极也成了傀儡 他在镇敏的追赶下 跑到了高速公路上 警告路过的每一个人 但根本没有人相信他 故事讲完了 医生们也仍然不相信 他们走出病房 讨论如何医治米尔斯 突然送来一个遭到车祸的病人 护士说病人是从一对非常起义 见所未见的东西下面挖出来的 看起来就像巨型豌豆匣 医生们问 他卡车是从哪里来的 护士说是圣米拉 那是男主的家乡 医生们终于相信了 男主所说的诡异事件 通知警卫封锁高速交通 拉向全面警报 作为一部比较老的电影 在各方面都很让人惊喜 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公众号获取资源哦 好了今天的电影 就介绍到这里啦 如果你点赞关注转发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老电影哦 科幻战舰带您看进 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